十个陌生人被关进实验室进行一场无人道的实验,本期带来七天的死亡游戏。 一辆面包车上载着十个素不相识的人,有的人神经冷漠,有的人嬉皮笑脸,一场赏金丰厚的实验把他们聚到了一起。 系统提醒,实验中也许会发生不合理、非人伦的事情,没有一个人回头离开,实验开始了。 进入实验室,他们首先面对的是一桌丰盛的饭菜,大家一边吃一边进行自我介绍。 这十个人分别是医生,医生的女友黄发女,小帅哥,黑长直,神秘男,白衣女,事业男,短发阿姨,猥琐男,胡子书。 这时,一个机器人进入房间,宣读实验的规则。 七天内,每天晚上十点,所有人必须回到各自的房间,违规者会被巡逻机器人清除。 如果七天内发生犯罪事件,所有人投票选出侦探,侦探宣判罪犯,罪犯将会被投入监狱,最后剩下的两个人将会获得胜利。 众人沉默了。 事情似乎超出了他们的预料,事业男子站了出来缓和气氛,他鼓励大家只要团结一致,一定可以平安度过这七天。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,猥琐男的尸体就出现在了走廊外,他受的是枪伤。 这是个真的会死人的游戏,医生立刻站出来,指出他的怀疑对象神秘男,因为神秘男面对尸体竟然没有一点惊讶。 事业男慌乱地阻止,他反对这样武断的想法。 事业男提议,因为每个人的房间里都被放置了一个武器,大家看看谁的武器是枪就能知道凶手了。 非常直冷漠地拒绝了这个提议,因为在真正的凶手露面之前,谁都不能亮出自己的底牌。 众人纷纷附和,最终经过投票,神秘男子以四票赞成被关进了监狱。 所有人去神秘男房间查看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神秘男放武器的箱子里空空如也,也就是说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。 事业男白思不得其解,只能先回房间,可令他震惊的是,他原先的武器被换成了枪。 事业男直冒冷汗,只敢把这个秘密告诉帮助过他的白衣女。 白衣女温柔地说自己相信他。 第二天,短发阿姨也被射杀在了走廊里。 杀人的其实是黑长直,因为猥琐男死前猜测, 短发阿姨的真实身份是虐待儿童的幼儿园老师, 所以黑长直认为短发阿姨才是杀害猥琐男的真雄。 可是,不明所有的其他人慌乱了,小帅哥认为杀人的是白衣女, 因为他听到短发阿姨曾经怀疑过白衣女。 其他人立刻应声而起,要把白衣女关进监狱, 对白衣女有好感的事业男竭力地劝阻大家冷静下来, 原本胆小了他,勇敢地把白衣女保护在身后。 就在医生拿出他的武器,匕首,危险事业男的时候, 胡子书冲上前去,想要夺下医生手上的匕首。 胡子书缓缓地说,他的儿子半年前就是死在了这里, 他本来是想来调查儿子的死因的, 但他现在知道了,儿子一定也是死于这样的互相猜忌吧。 胡子书的话像一盆冷水,消灭了众人的火焰。 晚上,医生和黄发女在停尸房撕毁, 黄发女先行离开,医生准备离开时, 天花板突然掉了下来,医生当场死亡。 黄发女伤心欲绝,发誓要杀掉凶手。 转头试验男和胡子书就看见小帅哥手里拿着天花板的遥控器。 医生其实是神秘男杀的,为了报复医生只证过他, 而遥控器也是神秘男故意让小帅哥捡到的。 不明真相的黄发女拿着他的武器、斧头和小帅哥同归于尽了。 这时候,房间里的摄像头正悄悄地记录着这一切。 镜头那边是观众的惊叹声, 原来这竟然是一个直播节目, 实验室墙上的不断跳动的数字是实时观看的人数。 晚上,试验男找到黑长直, 因为他已经猜到是黑长直杀了短发阿姨, 他希望黑长直就此收手。 可是黑长直为了拿到赏金就病重的儿子, 已经丧生了理智。 就在他即将杀死试验男时, 巡逻机器人察觉到黑长直在十点之后出现在走廊, 射杀了他。 看着黑长直身上和猥琐男一样的枪伤, 试验男恍然大悟, 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凶手, 猥琐男是因为违规外出被射杀, 剩下的人却因为猜忌自相残杀。 试验男忽然觉得很累, 他选择把枪交给胡子书, 胡子书也深受触动, 交出了自己的武器。 即使看穿了事情的前因, 试验男也不能阻止试验的继续。 最后一天早上, 监狱的门莫名其妙地开了, 神秘男被放了出来, 等试验男赶到时, 胡子书已经胸口燃血, 躺在了棺材里。 神秘男抢到了手枪, 想成为最后的赢家, 可是扣动板机的那一刻, 枪膛炸了, 神秘男当场死亡, 那是胡子书提前做好的手脚。 机构以为胡子书已经死亡, 让试验男和白衣女成为了最后的赢家。 试验男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奖金, 也得到了晴天霹雳的消息, 他心中的女神白衣女, 其实是试验机构为了收拾率安插的工作人员, 神秘男是他放出来的, 枪也是他放进试验男房间的。 最后, 试验男走出了机构, 胡子书也突然出现, 他假死骗过了机构, 试验男丢掉了赏金, 和胡子书一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 杀人的是人性和算计, 以许多一点信任, 挑拨人性的手段就会无其可施。